现在非法移民的问题泛滥 甚至在上个礼拜 还有视频流出 说在边境来了一个 前所未见的团队 这个团队有超过 1000个非法移民 一起组团 半夜穿越格兰德河 入境美国 这个是边境的执法人员 目前为止见过单一数量 最大阵容的团体 这边的团队 那么截止目前为止呢 单单2022年穿越边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 就已经达到了276万人 实际数字呢还会更多 那这还是边境执法人员利用了第42号法令驱逐之后的结果 第42号法令呢是美国的一项法律赋予了政府关闭边境的权利 以防止传染病在美国扩散的这样一个紧急行动 那么川普在任的时候呢 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 于是川普就开启了这个第42号法令 那这第42号法令呢是1944年颁布的公共卫生服务法的其中一条 说的是允许政府在公共卫生紧急的情况下阻止入境 那么在这一条法令的保护下呢 边境已经使用这条法令驱逐了超过250万个非法移民 但是不幸的是就是在明天周三12月21号 这条法令就会被取消 预计届时呢会有每天14000名的非法移民涌入边境 一年下来就是510万 那么到时候这样就不能叫做边境危机了 我们就直接叫入侵吧